多吃点 可我还是喜欢吃你 回来了 累了吧 还在生我的气啊 不声不响地跑去芮华面试 也没有提前跟你打个招呼 确实是我不对 但是 好了 我跟你说过了 有能力就上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生我的气没关系 可是 不要惩罚那些 一直等你回家的 无辜时务 生我的气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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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是 我自罚一杯 向你赔罪 你不要以为喝酒就能了事 你不打算跟我解释解释 我只是想和你同一家公司 这样的话呢 那就每天都可以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每天都可以见到你了 依我对你的了解 你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你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反正我去面试 我只是不想你为难嘛 现在你这个位置那么敏感 不能为任何人寻私 如果能得到其他人 甚至是董事长的认可 那金芮华就顺其自然了 那看来你成功了 因为你得到奶奶认可了 什么 虽然 奶奶能给出建议 但最后决定权 还是在我们镶嵌里 我只能正式地通知你 对不起 你是在拒绝我 你就这么想见瑞华吗 我已经给很多公司 投过简历 全都没有回应 只有瑞华愿意 给我这个机会 而且你说过 董事长看人很有眼光 也不会偏听偏信 所以很有可能 这次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可是 看来我还是失败了 你别录取了 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了 你还说 你上班是为了跟我一起 明明是为了当设计师 早知道是这么无聊的理由 我就 我就不录取你了 那就 以肉还债 想吃多少 都可以 来 多吃点 可我还是 喜欢吃你 就是喜欢看这些无聊的玩笑 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啊 你还用求我吗 什么事说吧 不要让公司的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好不好 好 那你要先告诉我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哎 你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我们什么关系 不跟你说 什么关系嘛 嗯 吃饭吧 说了呀 咱们公司呢有一条铁的规定 董事长吩咐了 但凡是芮华的设计 都必须宁可真情 这个不能弄虚作假 谢谢叶总监的提醒 这也是我做设计的原则 这里呢 就是咱们的镶线组了 在座的各位 以后都是你的同事 我呢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先带你去见见咱们的手机设计师吧 好 好 我看你们都是不想干了 外面想跟我高会合作的厂家多得是 我不需要你们这些能力不足 还废话多的人 好 人师部都是干什么吃的 招的都是些废物 高小姐 高杰新人过来包当了 高设计师 你好 高设计师今天工作繁忙 我就不多打扰了 以后都是同一个部门 还有很多切磋的机会 好 现在整个镶嵌组 都在配合我做会心系列 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同事关系 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我们不会有机会见策的 你只要听我指导就行 在镶嵌组里 你是首席设计师 但是在消费者的眼里 他们只会为好的设计买单 而不会因为上下级的关系 影响他们的判断 很好 我拭目以待 叶总监 我们瑞华应该有全套新人培训流程 有 有 我希望下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能派上点用场 而不是只会刷碎皮子 您放心 我现在就去上班 走吧 一看你就是新人没有经验 做人要低调 哪有上班第一天就得罪领导的 我看呀 以后你这日子是没法混的 叶总监 我应该坐哪里 跟我来 我看这个位置挺适合你 低调又隐蔽 省得呀高小姐看你不顺眼 好 好 你之前的简历呢 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既然进到了我们瑞华 那就要努力地提高自己 争取赶上大家 我们镶嵌组 是喜欢有狼性的设计师 只有最顶尖的人才 才有资格留在我的团队 你看看大家 现在都很忙 没有时间管你 你呢先做一些 简单的入门工作好了 这些材料呢 是咱们公司 这么多年来的草稿和设计 有一些呢都没有用了 你整理一下 把有用的和没用的 都区分开 对头我检查 好 大家注意一下 五分钟会会议室 开会讨论一下 最新一批设计的注意事项 好好好 知道了 知道了 高姐 这个会议呢 你先不用参加了 反正你也没有什么 需要汇报的材料 先把那些资料整理一下 啊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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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